HAPPY HAPPY SPEEDING ON HAPPY HAPPY IN MY MIND Hello 大家好 我是Sue Wang 今天會和大家拍粉餅的一些重厚感和評比 我也不知道應該叫它做什麼好 今天會介紹的6款都是專櫃的粉餅 全部都是我從來沒有在我的頻道看起過的 但這6款都是相當高討論度 很受歡迎 也有朋友平常有PM問的 我們就馬上開始了 話說現在是35度的超級熱的大夏天 不如我們就由油性皮膚的朋友開始吧 第一款是MAKE UP FOREVER HD POWDER 可能是很多朋友家裡已經有 總之它是一個很有名的MAKE UP FOREVER明星商品 它本身是POWDER狀的 它是完全白色狀態 因為它真的很像它的POWDER 它本身是白色的 白色就是透明 它是壓出來的 我覺得它的粉質也算是非常幼細的 即是就這樣摸是很滑的 即是不會摸到那種粉感 亦都塗出來是完全不會看到有白色的一搭的情況 你一擠開就沒有了 為什麼我說它適合油肌呢? 因為它在我今天介紹的六款粉餅裡面 我覺得它算是控油度最好的 而且因為它是全透明 所以無論你之前的粉底是用什麼或者什麼顏色 都不會影響你粉底的色號或者質感 它只是可以加強你粉底的控油度而已 但是如果你想保持粉底本來的光澤感 我覺得它是不算好做到的 塗完一個粉底之後 你會覺得黏黏的 用它真的可以一塗上去之後 立即沒有了那種黏黏感 第二款呢 如果有看我早一兩個星期前 上載的那條Weekly Vlog 你就會看到 你應該是親眼看到我跌碎過它 現在我仍然沒有把它修理好 我不要再怎樣碰它 這個就是JoJo Amani的Lasting Silk UV Compact 是我去年夏天自己 在Amani專櫃試完之後買的 因為我很想買Amani的粉餅 我想看看哪一隻好 它塗出來 你看我塗在手上 你都很明顯感覺到 它也不是薄粉的 如果你怕妝那麼厚 就不要選這隻 但是它呢 配合任何的粉底 是即時會提高你整個妝的質感 什麼叫質感呢 就是你所有粗大的毛孔 甚至乎在我面上的凹凸凍位 它都可以是漂亮一點的 但當然不能夠上太多 你千萬不要用一個pock在敏灰的敏 都是要用掃在你想有瑕疵的地方 輕輕掃過 其實就已經可以達到一個效果 例如夏天去到下午出油 我用這一面按上去這樣 這樣按 是真的可以補妝的 不會說可以補得很厚 它補妝也是很好的 在我掉爛它之前 這個粉餅 由春天開始 其實一直都在我的手袋裡面 是沒有離開過的 我真的很喜歡 這個就是代替了Amani 在我的手袋裡面 其實我有一陣子都用它了 但為什麼我突然拿走它呢 就是因為我又掉爛了鏡子 我覺得我是掉爛粉餅的第一名 我是Champion 這個是Cucci的 它是Heyman送給我的聖誕禮物 去年 它裡面是壓了Cucci紋 很漂亮 現在好像太光亮了 看不到 已經用到沒什麼了 還有它有一個優點 就是它送的那樣東西 竟然不是Pot 是數 而且還挺好的質地 上面是很均勻 亦都很漂亮 我覺得這個粉餅 其實我很久之前 看Jessica的影片 已經聽過 她覺得這個補妝很好 完全不會說越補越厚 我自己也覺得是 我夏天是混合性皮膚 Heyman是乾性皮膚 我跟它兩個其實都很喜歡這個粉餅 你說胸油度 它絕對沒有我剛剛說的兩個那麼厲害 可能它也是幫你維持四至六個小時 但是它化上臉上 不會說很重妝感 但它的遮瑕度也有的 算是中度的 而且它也有很漂亮的修飾毛孔 遮T-Sone的能力 亦都說一塗上去 是會令到你的粉底 就是你很亮的時候 它可以令到你馬上沒有那麼亮 但不會說馬上變得死 完全不是的 它也有少少油焦效果 所以這個我覺得也挺推介 但如果你想真的買一個粉餅 拿出外補妝 而你又不肯定 可能你的皮膚性質 是適合什麼粉餅 或拍乾 那些 我覺得這個是漂亮的 補妝也是漂亮的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後的粉餅 我自己和媽媽都很喜歡後的產品 所以我收到這個後的粉餅的時候 都很期待 它其實也不算令我失望 我也很喜歡用它 說一下這個包裝 我覺得這個很差 因為它為什麼會這麼輕飄飄 這個質感就真的不太好 好像不太對得住厚的產品 這個粉餅也是非常差的 抓粉能力是零的 我是不覺得用它可以碰到什麼粉 所以 apart from這兩樣東西 我們先說一下它裡面的內容 這個粉餅其實粉質也是非常幼細 它其實是沒有那麼有粉感的 就是它塗在上面上面 你幾乎不覺得塗了東西 而它一塗上去 也可以令到你臉上的基本 毛孔 或者是出油的位置 都可以立刻好一點 但是我覺得它遮毛孔的能力 相對我剛才說的 Cucci和Armani 其實它不算很突出的 它真的是一個都很中規中矩 但是我覺得它最好的一個點 就是它上面好像沒有上感 所以有時候可能冬天 或者是前陣子沒有那麼熱的時候 我用它就覺得真的蠻好的 接著就到兩個我覺得 真的乾性皮膚才好買的粉餅 第一個就是現在熱爆全港的Charlotte Tilbury 因為它剛剛來到香港 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很細 很細 它形容得很好的 它叫自己做airbrush 它真的做到這個效果 它摸上去 跟我接下來下一個要說的CLIDEPORE 是很像的 都有一種好像mousse的質感 它用上臉上 真的會令整個妝感提升 其實它跟Armani那個都很像 不過由於Armani那個 白這個也挺多 這個很自然的 二號色 還有它那個感覺 Armani那個真的比較紅油 你一塗上臉就會比較滑 但是這個塗上臉 真的不會滑 如果你的粉底液很滑 我覺得你塗這個也沒什麼問題 因為它不會令它更加乾 但是如果你的粉底液很滑 很水潤 很像BB Cushion那類 你塗它也不會遮到 你那個水潤的光澤感 不會的 好 說到它好像很好 它的缺點是什麼呢 第一它沒有POP 沒有掃 你要自己用家的東西 第二 控油能力厲害 但是話說我昨天就去完我朋友的婚禮 我就塗了Armani的Power Fabric之後 然後再塗它 那Power Fabric在我身上 如果配合 例如剛剛 Armani的粉餅 或者是Mega Forever那個 碎粉 其實是不會溶的 但是我用它 是竟然令到我臉的底妝 是溶的 真的 鼻頭或旁邊 都是真的溶的 因為我是真的混合性皮膚的 那我不知道其實乾性皮膚 用它是否在夏天 不會有這個情況 但是我自己用它 是真的會溶的 真的三四個小時 就已經溶得很厲害了 那所以它只可以是我冬天用的粉餅 或者是我真的不出去 或者只是去商場 或者只是出去吃飯 的一個粉餅 好想回家的粉餅 一晚已經不行了 最後最後 我想可能大家都很期待的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我不是在香港買的 我是去年 去年 年頭 在北海道的時候買的 我試了30秒 我叫一個姐姐幫我試 那個姐姐知道日本的姐姐 的態度非常好 她就選了一個最白色 而且她可以選擇 配粉撲 或者配掃 我本身真的不太喜歡 用粉撲上粉餅 或者碎粉 我就選了掃 這一套 在我當時在日本買的價錢 是不用900元的 但是也很貴的 我知道 首先我講一下 我在北海道這個 下雪的天氣底下 上這個 在一個商場裡面 哇 真是漂亮 900元都馬上要買 買 是這樣的 很漂亮 如果真的要說她的粉感 其實她跟Charlotte Tilbury 是差不多的 不是說她真的比Charlotte Tilbury 很多 如果Cucci的粉餅 是美顏相機開到中度 那麼 Charlotte Tilbury 就是你在美顏相機中度 再按多一點 但是這個 就是我在北海道試的時候 我覺得她是把美顏相機開爆 直接開到最高 這個是我當時的感覺 所以真的直接買了 但是回到香港 其實也是冬天 我一開始用它 已經覺得 為什麼好像沒有那裡那麼漂亮 因為我不知為什麼 是不是香港 始終冬天 都沒有日本那麼乾 還是怎樣 但是到春夏用它 簡直是曬氣 完全是會幫你的底妝 更加容易用 在我身上 她塗上是有感覺的 我隨便噴一噴給你們看 她一噴出來 已經是這樣的 那個質感 而且她塗上手 都好像很滑很滑 但是她的問題 真的很容易用 不然我覺得她也算 是我今天說的所有粉餅裡面 即是一分前一分貨 是值回票價的 我想說短一點 但是我現在也拍了差不多30分鐘 希望你也喜歡我這次 這六款粉餅的一個用後感 或者是平比 如果你有興趣 都記得去專櫃那裡試試 因為專櫃的產品 就有一個好處 你可以試完之後 走個圈才決定買不買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給我一個thumbs up 如果想看更多我平時的update 就記得follow我Facebook和Instagram 好了 我們很快再見 拜拜 拜拜